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假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肚皮上的骗局 爸在身边正在讲述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通话录音是求助人 任女士提供的 她对记者说 接完这通电话之后 她很害怕 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那么任女士这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它是影响了哪个商铺的营业了吗 怎么会被人这样威胁呢 这个事还得从去年的6月份说起 太原的任女士和爱人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这个孩子的诞生给夫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可是也给任女士留下了专属于母亲的特殊印记 妊娠文 为了能够恢复原样 她尝试过很多方法 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就在她心灰意冷的时候 偶然看到了网上推送的一条视频 正是这条视频重新点燃了她修复任身文的希望 看到视频后 任女士很是心动 她主动登记了信息 经工作人员联系 她来到了位于太原贸业天地67状1201市的太原文总管美容服务公司 一位姓吴的院长接待了她 在完成初步检查之后 吴院长说 她的妊娠文可以修复 她说你放心 无效退款 她说你先做四次 四次我就会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 因为去年是6月9号做的嘛 她说明年的6月9号你都可以穿露气装了 至少我站在你面前 我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如果说我要趴到你肚子上看的话 那是能看到的 但一年过去了 方案呢 也调整了三四次 操作也进行了十几次 可任女士就发现呀 自己腹部的这个纹路呀 依然是清晰可见 她坐不住了 决定去美容院啊 协商退款 可刚进门就傻眼了 对方呢 竟然连招牌都换了 转让的 接手的 她让我找上一家 上一家的负责人叫王伟 任女士十分气愤 她在抖音上搜索关键词 太原文总管 发现 竟然有很多顾客跟自己的经历十分相似 田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而除了认身门之外 田女士还购买了骨盆修复等多项服务 共计发费了三万余元 由于没有达到店家承诺的效果 田女士也前往门总管要求退款 同样被告知该公司已经注销了 现在这家店叫太原碧美文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他们就是换店换名字 其实人家从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就换了 但是他并没有通知我 直到昨天我去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人家都没有跟我说他们换老板换名字 所以我说退钱 说你联系好老板了没有 老板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老板说了 老板的名字 老板的法人换了 公司的名字也换了 这个事情是之前老板遗留问题 我们不给你处理 那么新店闭美文和老店闻总管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自己损失的钱又该找谁去要呢 对于这个问题 律师也做出了解答 对于一个注销的企业来说 我们要追究它过去的债务或者责任 那么应该找它的低价公司的股东 来追究 但如果说他有一个共同的经营人 也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话 我们通过要求他出去承诺书 保证书 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可以由实际经营者或者是后续的这家店铺 来共同承担责任 之后 任女士将文总管 投诉到了太原市小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盘市场监督管理所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首先联系了毕美文的工作人员庞经理 并要求他给店铺负责人打电话 没想到庞经理联系的正是老店文总管的王伟 人家监督所先问了他说 你们现在负责人是谁 他说是王伟 然后那个监督所的人 当下就拿出手机就去查 说这个王伟 这不是文总管的负责人吗 那你们这就是一伙人吗 然后那个女的就不吭气了 求助人带着记者来到太原毕美文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庞经理承认了公司实际经营者确实是王伟 在记者的要求下 庞经理提供了对方的联系电话 明明前一秒两人还在沟通 可后一秒电话却打不通了 你刚才跟他 然后他给的你这个联系方式 他这边还能跟你发微信 他这边就不接电话了 几次沟通 毕美文和文总管的实际负责人王伟的电话 始终无法打通 而这时 庞经理提出了解决方案 田女士和任女士 可以继续在这里做跟之前一样的 认身文修复服务 直到达到承诺的效果 可是听到这样的说法 田女士却表示 他给记者提供了两张 自己腹部的照片 一张是自己购买服务时 店家拍摄的 另一张是自己前几天拍的 可以看得出 两张照片 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在这期间 店家已经多次给他调整过修复方案 但始终没有什么效果 叫别的老师 重新给我体验 重新给我换产品做了 就是给我一次比一次 用的那个力度比较大 就划得更深了 划得皮更破了 就是那个意思 田女士说 自己不愿意再做 就是因为 这些操作 不仅没有消除妊娠纹 还使自己的腹部的皮肤 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 她怀疑 过敏是由于仪器上的针头 消毒不当造成的 所以她已经不再信任店家了 哪个仪器做那个 那个大的区别 这个是吸的 是不是 不是那个呀 那个仪器在那里就有了呀 这东西要放的大 用这个做 不是用这个做 那你现在给我做这个什么 我现在躺在 我现在要消费 你给我做用什么做的 那我就不做 用增三呢 是一个这么长 跟身体一样长做的 是一个 可以把东西吸进去 然后再砸 随后 田女士在一间美容操作间里 找到了工作人员 给自己使用过的 电动微针针头和机体 这个这个 叫啥 我看清楚 你刚才是 那个把那个头给它安进去 那个头 跟那个头是一套 当记者询问 为何店内会出现 电动微针机体 以及针头时 庞经理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这个不是微针啊 小包 你一说这个不是微针 记者了解到 美容院工作人员 使用的这种电动微针 一般由金属 玻璃 陶瓷等材料制成 其工作原理 类似于皮下注射 操作过程中 需要穿刺皮肤 因为针头长度 在几十微米 至几毫米之间 所以可以达到微疮的效果 但根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发布的文件 非医疗机构 及其人员 在经营活动中 不得使用针刺 斑狠酒 中医微疮类 等其他具有创伤性 侵入性的技术方法 那么 这前后两家美容院 是否有资质操作医美项目呢 记者希望庞经理 能够出示 店内的医疗职业许可证 和卫生许可证 但是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这个不懂 我不太精神 你说的是什么呢 就在这时 庞经理 以田女士和任女士 妨碍他们下班为由 报了警 经过民警调解 庞经理 终于打通了 两家店铺的 实际负责人 王伟的电话 并且约定 第二天上午 双方到店 进行协商 记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当中了解到 文总管和币美文 这两家店铺的经营范围 都不包含医疗美容项目 而且根据天眼查信息 王伟还在贵州 上海 河北 安徽等地的 24家美容服务公司 担任监视或是股东 这些店的店名 大多是以这个什么 文总管 文主管 文无痕等命名的 其中21家店铺 显示为 注销状态 那么这个王伟 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又会对此事 做出如何的解释呢 约好时间 却不露面 究竟藏着 什么猫腻 跟我们的这个事 解决出理了 然后咱们才能找员工 我忙着呢 楼下店铺 承接业务 好心帮忙 是否也要 承担责任 肚皮上的骗局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第二天上午 记者再次来到了 位于太原贸业天地 67状1201市 却发现这里大门紧闭 任女士当场拨通了负责人 王伟的电话 昨天你们去了以后 这个拿着这个手机拍呀 然后骂我们员工啊 员工今天没有一个人赶上班了 我们是没有骂的 你们店里有监控 这个可以掉出来看的 王老板 王老板 我们现在是主要是跟您协商 是吧 这个跟您的员工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那您是为什么不来呢 今天 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九点半吗 不是不来 是因为今天员工都没有人赶上班了 我才找他们做工作呢 那您先把跟我们的这个事 解决处理了 然后咱们才能找员工 好 我忙着呢 随后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就在这时 一位顾客从电梯走出 对记者说 自己已经预约了 上午的任身闻修复项目 你也是文总管的顾客 那后来他们换成这个时候 有没有通知你 没有通知 但是老师 以前他们约我多长时间过来 后来就不管了 就是我自己有时间我约他们 约的上次是约到 让我去那个几楼来 结果去了也 做了一次 后来第二次又来这 今天让我过来了 他的意思是 让你去几楼 是除了这个店铺之外 还有别的 以前是有一个不知道几楼来 我忘了 是在这层楼里面吗 是了 你当时进去他那个店面 就是布置啊什么的 都跟这个店铺差不多一切 不这么一样也差不多 就是反正跟我做的反正就是那个样子 对方告知他啊 你呢可以去同一单元的四楼 那个叫紫润母婴的店 记者呢跟随这位女士来到了这家店铺 询问情况 店长向记者解释啊 因为楼上忙不过来了 所以呢 自己只是借出空房间给对方使用 但记者发现 这家名叫紫润母婴的店 不仅借出房间给12楼的顾客 而且还借出了自己的工作人员 给对方进行服务和操作 上次是那个女孩给我做的 白衣服这个女孩是吧 您好 您是属于这家四楼这家店 紫润母婴呢 还是属于12楼那家 紫润母婴 你是属于这家店的员工是吧 那你为什么会给她做这个人生 这个我不清楚 我只负责做技术 没有人给安排你 你就直接给她做吗 我们店长要下来 店长说了要在这做技术 那我肯定要做技术 接下来记者又发现 房间内陆续走出多名 做完妊娠纹修复术的顾客 约好是今天 他说的是今天上头检修了 是什么情况 还给我发的信息 然后我就在这刚做完 先消了毒 然后就是用药 用就是像针似的 它是把这个药导进去 导进皮肤让你再生 在四楼的这家店铺内 田女士再次发现了 操作时使用的电动微针 而天眼查显示 紫润母婴这家店的经营范围 同样不包含医疗服务 随后 小店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 对这家店铺进行了调查和取证 如果说她涉嫌违法医疗行为 如果她没有医疗机会职业时刻证 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她进行处罚 就在记者陪同任女士和田女士 前往小店区卫生监督所提交资料时 任女士收到了紫润母婴负责人 打来的电话 跟我有关系 如果你要是再敢去我们家四楼 我跟你说有一次 咱们说个一二三 你带谁去都行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我四楼一分钱没有收你的 我也没有给你加过啥 但是我告诉你 紫润母婴的负责人认为 自己虽然为文总管的顾客进行了服务 但是与楼上的纠纷没有关系 所以自己也不需要承担操作过程中的责任 那么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律师对此进行了解答 此处所说的纠纷大部分都是侵权纠纷 那么应当由直接的侵权人来承担 如果说是在第三家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又产生了新的损害后果 产生了新的纠纷 那么当然应当由第三家店提供服务的家店 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如果第三家店呢 也和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 它不具备从事医美行业 或者它的资质 不具备从事医美行业的资质的话 那么它如果去超范围经营的话 可能构成非法行医 那么应当由相关的卫生部门进行处罚 在太原市小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盈盘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调解下 文总管和毕美文的负责人王伟 终于答应出面协商了 并且答应本周一将一半的钱款 退还给田女士和任女士 而这三家机构是否涉嫌非法行医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